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也許不會再看見 離別是微黃色的甜 有些人注定不會再見 那些曾青色的臉 我拿起種綠樹的葉子 放在青色的石板前 祭奠那些流失的青春 和曾夢動的誓言 風在歌唱 唱他曾去過的地方 在黑暗中 有朵花為你開封 當你撞過頭的那一瞬 晚霞般美麗的笑臉 他曾開在 春日的木刻期間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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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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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老樣子 一杯美食 老闆娘來了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別叫我老闆娘 是你們瞎呀 還是我瞎 我能找這樣身材的老闆娘嗎 你去看看 怎麼 又想我了 誰想你啊 我是來喝咖啡的你 看來鄭民藝術工作很閒啊 還有時間在這兒 你讓我相聚 你好 一杯咖啡 陳孝正 他怎麼在這兒 他 鄭薇 你不是吧 你忘了這個人渣 當年是怎麼對你的了嗎 你不會一頭就渣進去了吧 太陽你小聲點沒夢 你怎麼回來了 我問你她憑什麼回來 她是我們公司的總裁助理 這兒都是我們公司的同事 你別鬧了 鄭民藝 我希望 你在下午上班之前 把你的私事解決好了 實驗證 好 我就看不慣她那副樣子 我跟你們說啊 就剛才那個人 以後她要再來 直接給我轟出去 知道了徐總 鄭總局 鄭總 嘉義大廈的項目今天怎麼樣了 我聽周旭說沒什麼問題了 你什麼時候討論啊 最近事情有點多 時間有點緊 別擔心 說嘛 像家園大廈這樣的項目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要是咱們再不抓點緊的話 那讓別的房間 讓公司搶了先呢 嗯 鄭總理 既然咱這個項目肯定是通過了 那你們對收購嘉義大廈的底價 是不是經過內部討論啊 這事還沒有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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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總經理給你們見 你看這頭髮怎麼冒的呀 你幹什麼呀 這什麼開個玩笑 你發生大脾氣幹嗎 我尊敬您是領導 但是你不能做這麼無恥的事情 怎麼了 你還沒完沒了啊 來公司不會不知道 當年我當項目經理的時候 周區不過是我一個技術員 我也沒把你怎麼找到 我就真教你點規矩 周區還能說我什麼 啊 這這這哪兒來的小丫頭啊 這麼大批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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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幹什麼呢 慌來慌張啊 怎麼了 誰惹你了 我我昨天晚上一個人看韓劇 韓國人泡菜吃的太多了 喝白血病的也很多 太慘了 以後少看這種沒有營養的東西 趕緊收拾一下 跟我去開會 知道了 是誰 鏡子裡 欲哭無淚的人是誰 當年微風凌凌的玉滅小飛龍 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了幾年 終於成了一條泥球 在社會上摸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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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通常說不定 但是我去還去 是不是 你不得獎 我在社會上摸爬 你不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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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想想办法 好的 请你等我一下 陈助理 我帮你开门 公司的档案都在这儿了 你想要什么 自己找 我先走了 郑秘书 还是你帮我找吧 档案是我也不熟悉 好 你想要什么档案 三五一号 六一四号 八三二 你要的档案都在这儿了 麻烦你在这份借用登记表上签一下字 没关系 想签的时候再签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会放过他的 冯德生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林警局 能不能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周总 饭就不吃了吧 新的资金项目马上要介入了 知谱茂房公司换商标的事 还需要您多多费心啊 林经理 你这话说得见外了 你们星茂公司投资我们星辰 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 想考察什么项目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就是您再忙 也应该留下来吃个便饭的 要不然我会觉得很遗憾呢 邹总 并非我们不领你们这个情啊 实在是林经理 家里有特殊情况 要不下次咱们有时间再聚聚吧 薇薇 我听说郑秘书和林经理 你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邻居 对吗 你看看 这太巧了 有了这层关系 更应该坐在一块儿吃顿饭 抛开工作的事情不谈 一起叙叙旧也是应该的 对吗 林经理 也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就算工作再忙 也不能忘记吃饭呀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再说了 我们是真心留客 若是你们不肯赏光的话 反倒显得我们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了 你看看 薇薇 我可能是没有这个面子 不知道能不能托你的福 丑总 您 您这太严重了 既然这样 那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晚上见 好 晚上见 怎么了 家门口有个野猫 被他咬了一口 要打针哦 一会儿就去 就是 师 师父 你是不是想知道 我是怎么样知道 你们之间关系的 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是吗 是 发小 仅仅是发小 如果仅仅是发小 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不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好了 先不说你们的事了 你也知道啊 她是星帽的项目经理 所有项目的评估 都需要她来拍板 如果她肯上脸出来吃饭 就有话可以谈 如果她一直端着 恐怕就会有些小的麻烦 虽然说我周琪没有什么把柄 可以让她抓的 但是难保不会出一些 小的差错 如果投资出了问题 如何向董事长交代 可是 师傅 就像您说的 我们没有收人一饼的地方 为什么要鸡蛋摊呢 哪个公司没有几个烂摊子 她年纪不大 但是绝不简单 都到齐了吗 是这个房间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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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林经理 基本上都认识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来 这位是冯总 这是林经理 你好 我特别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 最年轻的中间力量 目前是助理总经理 陈肖正 肖正 这位就是兴茂的 项目经理林静 你好 林经理 你好 陈助理 看样子比我年轻几岁 这是你年轻有为 在林经理面前 既然说年轻有为 岂不是让大家笑啊 干吗这么客气啊 跟我年纪相仿 以后叫我林静就好 好了 别拉着手了 赶快入席吧 来 我提议大家 提醒自己的酒杯 咱们敬林经理一杯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非常感激 谢谢大家 来 来 谢谢 干了 谢谢 谢谢 坐吧 今天说到底啊 林经理能光临 那不是我周期的功劳 我没那么大面子 我得谢谢薇薇啊 还是薇薇的面子大 你得跟林经理喝一杯啊 他相遇固知 已经很不容易了 更何况你们俩 从小就相识啊 这是多大的缘分 喝饮料就行了 你是不是这样子 我得给你 我来说 你是不是 你不认为 热灭的 你怎么也对 你对我来说 你这是什么 我来说 我们的那个 我给你 我来说 你又我把你 为什么 我来说 你这事 我来说 我来说 不得所以 輸嗎 不得 來 podcast 小姑娘看似長大了 現在吃飯還掉飯點 跟小時候一樣 上不了擋面 吃飯啊 吃啊 别说完你不敢吃的 从小追在我屁股后面说 从小追在我屁股后面说 林静哥哥叫林静哥哥 如今叫林经理 吃饭 来 我们再来一杯 来 干了啊 林经理 我也敬你一杯 今后的工作 还请多多指教 指教提不上 互相学习嘛 等等 等等 等 等 林经理 不能这样 这不公平 这不是我们的代客之道 薇薇 你把这杯酒 替林经理喝了 我来帮你喝吧 我也不是喝不了 来 干杯 你喝吧 从小就毛毛燥燥的 喝酒还能牵吧 也不知道周总 怎么忍受不了你 你不知道 薇薇工作起来 还是不会让我丢人的 吃吧 林经理 我没想到你的酒量 还不错嘛 还好了 我年轻的时候 也能喝不少 现在不行了 没事的时候 以后咱们可以经常去 经常喝一喝 今天晚上非常尽兴 我希望以后 咱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陈助理呢 好 在这儿 好 你就住在正维河对面 一会儿你把他送回去 老梁 不管你们了啊 老风 咱们走 走了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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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经理 今天不巧 没有开车 要不麻烦你 送一趟正维吧 没问题啊 郑秘书 我送你回家 再见 再见 走吧 走 喂 我自己回去吧 你喝了这么多酒 不适合开车 我也不爱喝酒 但现在风气就这样 不喝点酒 好像什么事都谈不了似的 想着发而跟各种人打交道 应酱油 应酬也算我工作的一部分 回国之后 我已经慢慢习惯了 那是林经理您自己的事情 我先告辞了 你想干吗 我最清楚 他不适合你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还爱着他 是吧 但他不是你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承认 我承认 陈孝正有在一起 但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安全感的人 能给你幸福的 你相信我 我比你了解他 你了解他 你不过只跟他见了一面而已 就算他真的不能给我幸福 你觉得你可以吗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们之间不是没有事过 你觉得事到如今 我们还可能在一起吗 我们心里都清楚 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时间 也不是伤害 更不是那些藏在黑暗里的过去 而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 都走不到一起的命远 我们的事 放手吧 你和他都是聪明人 你们把算盘打得太精了 我不行 所以我现在认输了 应该也不算太晚吧 我现在认输了 葳葳 我只想让你幸福 陪在你身边的人可以不是我 可这个世界 凉薄的人实在太多了 你就算找个陌生人 他也不一定给你想要的生活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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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吗 胡宝 你明白吗 我明白吗 你明白吗 舒白 舒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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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白你 灯粼啊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了 终于不叫沉路炼了 对神情病 今天饭就伸喝了那么多酒 你到底想送给谁看 宠得是我自己 好像没有这么开心啊 你别跟我说 你这么晚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散步 你宿舍的分配名单 是我给你的 你住的地方 离我这儿隔着一条河呢 所以我住在河对面的公寓 离你这么远 都是你安排的 如果我今天不下楼 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儿站着 就算你一直在这儿站着 又能怎么样 你走那天 你走那天 那套韩束提我解出来 可是你留下那个 给我有什么意义呢 你已经如月以偿 杜金婚了 你为什么还要选择 回到星辰 为什么还要进总公司 我一心还想啊 多有成就感啊 这是你想说的吗 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呀 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呀 我刚回来的时候 人事不问我 想进哪个部门 人事不问我 我说 只要不是总公司 只要不是经理事工作部 就行了 我现在 我现在 我从我出国第一天开始 就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资格 站在你身边了 现在离你这么近 每天能够看见你 穿合的灯光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设置 每天下班回来 我就愿意在这个 十字路口站着 抬头看看你穿合的灯光 那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我看见你穿过的灯光 看见你穿过的灯光 就能证明这些年 发生的都不是梦 我赶回去啊 我听见你穿过的灯光 别走 我叫你穿过的灯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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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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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像一個人 李姐 你知道嗎 陳助理請假了 我聽說 她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 喝到未出血 大半夜自己去醫院了 那怎麼樣 嚴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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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總有得強制放下了 當然嚴重了 可憐 我這兒有兩份資料 你來去幫我看醫生 好 不賣 你還不想 你怎麼那麼快 你還不害怕 才能讓我一輩子 怎麼會 你要是说风凉话 就先走吧 还板着你 给你做点吃的 来 饿了吧 哪儿呢 师傅 家园大厦这个项目 老风催了好一次了 把这个文件 拿去给陈助理 让他签字确认 我去啊 那是我去吗 别再招惹他 打搅他的生活 你凭什么这么说 就凭你跟我在米兰 住了那么久 你竟然没有告诉我 你是谁 也凭你个陈助理 年纪轻轻 就可以在星辰独挡一面 我知道你的目标 更远大 不可能只会是 一个小小秘书 林经理 你别自以为是了 是吗 恐怕曾大小姐 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我来吧 你变了 我来吧 我来吧 陈助理 陈助理 我给你带来了 家院大厦的合同 需要您签一下字 你是以工作的身份 来的是吗 当然了 这个字我是不会签的 我承认 家院大厦 是一个非常值得 收购的项目 可现在的价钱太低了 家院大厦 远不值这些钱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在问题查清楚之前 我是不会签字的 您故意让我难做是吗 所以你怎么想办 合同我已经带到了 还请陈助理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那儿 来 张开 来上班了 跟谁打招呼呢 老月 我跟你说啊 你别在这儿装好人 我就知道 你肯定在经理那儿 没少说我坏话 你真是狗咬吕动 兵不知好人心啊 我于红博士当上人吗 小张那上班了 老于啊 你不是说小张失恋 不上班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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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他失恋了 让大家多关心关心他 你一个做老师的 说话表达意思 都表达不清楚啊 我就说吧 你 没安什么好心 我怎么就没安什么好心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好歹是你老师 失你个头啊 你被开除多久了 还是我老师 我 那我那是辞职辞职 你知道吗 那老师有跟学生 分级付款的吗 那老师有讨债的权利啊 你今儿那十块钱 还没给我呢 都欠我一星期了 余红博 我告诉你啊 我张开是凭实力说话 不管你按时没按时上班 我都比你卖得多 等天搞鬼 我搞什么鬼了 我搞什么鬼了 我要搞鬼 我是你孙子 你说的啊 这陵园里的上岸英魂 可都是见证者 乖孙子 你说什么 孙子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孙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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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 我愁意忘 张开 过来一下 是 经理 经理 这 这 这么多不太好吧 那个我这个月也请了几天假 你给我这么多奖金 我也不好意思拿呀 干脆你就给我底薪加提成算了 您太客气了 你被开除了 什么 开除 我 怎么的 张开啊 你怎么的 你一个月全勤就六天 早退十三天 迟到二十天 还有十天一下根就没来 我告诉你张开 你不就签了一份单子吗 给你两千块钱都算多了 经理 老于他一份单子都没签 你少扯的没用的 赶快走走走 不是 经理 你听我解释啊 你走不走 保安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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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经理 我真不要玩 就会下去了 你们怎么把那心脏杀皮呢 都被开除了 赶紧走吧 我给你走 等我 经理 我跟你说啊 你开除我可以 你还差我两千块 这公司没给我 太好 我给你走 快点 不好意思 您稍微等我一下啊 什么事 经理 您忙吗 张开的事吧 经理啊 张开呢 以前是我学生 我比较了解他 这孩子虽然毛病多 可是他比较聪明 你看 这个 要是他的事呢 就不用说了 不是 经理 刚才 我在外面呢 已经批评教育他了 他也知道错了 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吗 我说过了 要是他的事就不用说了 要不然你跟他一起滚蛋 我说了 你也不是 我来说 咱们 尽不可 他这儿 试试 为什么 我来说 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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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